Oh my God! Oh my God! 今天,我们将用科学的角度 探索气象事件背后的复杂真相 根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最新消息 2月12日早上 阿联酋居民迎来了严重的冰雹 雷暴和闪电 出现大范围水灾 大雨持续了一夜 阿联酋国家气象中心发布的社交媒体视频显示 爱恩、沃斯巴地区、阿布扎比巴尼亚斯和该国其他地区等地区出现冰雹 达尔扎因的街道被冰雹覆盖 有些有高尔夫球那么大 阿布扎比、迪拜、哈伊马角和富查伊拉等地出现强降雨 阿尔卡迈和富查伊拉的部分地区 山谷中形成了严重洪水 全国各地当局已发出警报 敦促居民留在室内 不要冒险外出 特别是在恶劣天气条件下的海滩和干涸地区 连接阿布扎比和迪拜的穆罕默德 本拉西德公路上的减速系统启动至120公里每小时 官员们已要求私营公司在2月12日允许员工采取灵活工作时间 迪拜当局已指示政府工作人员在2月12日在家工作 持续的强降雨引发洪水 由于该地区的干旱性质以及一些城市地区的雨水管理不善 即使是少量的降雨积累也很快导致山洪爆发 溪流和河谷会发生洪水 当严重洪水或强风影响公用摄氏网络时 会发生电力和电信服务中断 谢谢您按赞、留言、订阅和开启小铃铛 我们每天更新 洪水和泥石流导致一些桥梁、铁路网或道路无法通行 影响受影响地区及其周边地区的陆路交通 路面积水导致区域高速公路出现危险的驾驶状况 阿联酋国家气象中心表示 不稳定天气将持续 全国各地出现大雨 伴有对流云导致不同强度的降雨 分散地区有闪电和雷鸣 目前国家气象中心发布了红色和琥珀色警报 风斥为中度 最初为东北风至东南风 间歇性的变得强劲 特别是在云层活动的情况下 导致阳起灰尘和沙子 并降低水平能见度 风速达到每小时70公里 阿布扎比警方敦促司机在雨天保持谨慎 建议他们仅在必要时冒险外出 驾驶员应避开容易发生洪水的区域 避开电线和树木 遵守速度限制 同时与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 此外 转弯时应避免突然制动并减速 以防止打滑 迪拜位于阿拉伯半岛东部 波斯湾南岸 地理位置上属于热带沙漠气候 高温少雨是其主要气候特征 但是近年来迪拜却实频繁遭受水灾 冰雹等极端天气事件的影响 这主要与迪拜的地理特征有关 首先是陆地特征方面 迪拜地势平坦 大部分区域海拔在50米以下 陆地监测无明显的地形起伏 可供积水或流动 这使得迪拜面临洪涝风险 加大的地理劣势 特大暴雨来袭时 由于地表条件差 很难实现有效的地表净流 其次是气候特征方面 迪拜属于典型的沙漠气候 气候极端干燥少雨 但是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 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加剧 冬季偶游冷空气南下 影响波斯湾地区 并引发对流系统产生暴雨或冰雹 这与沙漠气候的基本特征不符 增加了气候极端性 更为重要的是水文特征方面 迪拜地表水资源极度匮乏 地下水资源也很有限 这导致迪拜不具备良好的承载力去应对极端天气事件 当暴雨冰雹等降水量超过地表的规划预期时 很容易产生内涝 迪拜常常使用催雨淡 催促降雨 是因为迪拜位于阿拉伯半岛东部的波斯湾沿岸 处于典型的热带沙漠气候区 亚热带高压控制下的天气特征是高温少雨 年均降水量不足100毫米 属于极度干燥的气候类型 然而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 用水需求量却在快速增长 而依靠海水淡化等非常规水资源 又难以满足用水的长期需求 这就迫使迪拜不得不寻求一种主动的 可控的降水方式来获取淡水资源 于是人工增雨的催雨淡应运而生 迪拜政府投入大量资金 定期使用飞机在适当的大气条件下 向云层喷洒催雨药剂引点化物 希望通过促使云滴并聚合降水 而达到增加降雨量的效果 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迪拜的用水短缺问题 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 迪拜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了 它原本就是一个降水稀少的地区 一旦使用催雨淡激发了降水 就很容易在短时间内产生云距爆发 暴雨异常等极端天气 再结合迪拜平坦的地形地势 和不透水的城市地表面 这些极端降水 就很容易在城市区域基距形成水灾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也加重了这一问题 冬季偶有的冷空气活动引起的对流云系 在催雨的作用下也可能导致冰雹等罕见的极端天气过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迪拜使用催雨淡追求降水增加的同时 也不可避免地承担着酿成 红烙内烙乃至冰雹等极端天气的风险 这是它所处干旱气候环境的天然属性决定的 未来迪拜的防灾减灾和气象监测预警能力 急需加强 要在追求降水增加与防范气象灾害之间寻求平衡 这也将是气候变化背景下沙漠城市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 迪拜为增加降雨量而频繁使用催雨淡 这以人工增雨技术所投入的成本实际上相当高昂 据不完全统计 单单2023年迪拜政府在催雨淡和人工增雨相关支出上的预算 就高达8300万美元之多 这其中既包括了大量的催雨火箭和飞机的采购费用 也包含了运行催雨行动的日常运营成本 具体来看 迪拜政府目前主要采购的是来自美国的云种子火箭系统 这种火箭搭载银点化物等催雨药剂 通过向云区喷洒实现拨云收雨的效果 而美发这样的云种子火箭售价在3000美元至5000美元不等 考虑到迪拜每年发射催雨火箭的数量 经火箭系统的采购成本就高达千万美元 此外 迪拜还从美国进口了多架木地形喷洒飞机 这些飞机经过改装 同样可向云层喷射催雨药剂 其售价更是高达数千万美元 在催雨系统设备的采购费用之外 迪拜政府每年也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来保障催雨行动的日常运转 这其中既包括聘请相关气象专家进行催雨作业的规划 航空管制与协调 也包括相关飞行员维修工程师的培训和待遇保障 仅人力成本一项就高达数百万美元 加上日常的运行与维护费用 这些耗资巨大的云种子喷洒设备的运转成本更是不菲 由此可见 为获取更多降水资源以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 迪拜政府每年在云增雨催化这一人工天气计划上所投入的巨资实属惊人 这对一个干旱沙漠城市而言可以说是重的气候投资 但迪拜显然有足够的财力和决心来承担这样特大的催雨支出 人工增与技术的长期运用也将伴随迪拜更多的成本考虑 这是否值得仍有待观察其效果 催雨淡技术在全球的发展历史始于20世纪40年代 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 由简单到复杂的技术积累与演进过程 最初的云种子化学试验可以追溯到1946年美国GE公司的Vincent Schaeffer 成功实现了用干冰制造人工雪猫的笔成碑事件 这启发了科学家开始尝试使用各种化学物质 如点化银等向云层喷洒 希望促使水滴凝结形成降水 早期的这些试验多是小范围的探索性质 到了1950年代 美国气象学家Irvin Lemuel等科学家 逐步形成了超感理论 揭示了云粒子融合成长的微物理机制 为后来的云种子化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基于这一理论指导 美国在20世纪50-70年代 开展了一系列较大规模的催雨试验 取得了一定成效 这标志着催雨技术 开始获得科学界的重视并蓬勃发展 进入21世纪后 随着激光雷达 树枝模拟等技术手段加入 科学家能更精细地观测和理解 云层内部的微观过程 催雨技术的科学性和针对性得以大幅提高 现代催雨弹药包括干冰 点化银等多种配方 并搭载火箭或飞机仪器 进行人工播撒 中国俄罗斯 美国等国还建立了 专业的气象火箭部队 以保障重大活动 或缓解干旱的天气改造工程 可见未来几十年随着科技进步 催雨技术必将作为重要的高科技产业 持续深入人类社会发展 当然其中的不确定性也不能忽视 比如云层过程的复杂性和随机性 以及人为增雨强度过大 而酿成洪水灾害的风险等 这都需要科学家深入研究 以推动这样一项 史观气候资源 民生福祉乃至国际民生的高新技术 朝更加成熟稳定的方向升级 催雨弹技术作为一种通过人为介入 助推水器凝结降水的高新技术 与自然降雨相比具有很多独特的优势 首先是时间和空间的可控性 催雨弹可根据需要设定增雨的目标区域和时间 实现对降雨过程的主动调控 这克服了完全依赖天然降水的随机性与波动性弊端 特别在关键时刻意或特定区域 使用催雨弹按虚汇雨就大大提高了水资源调度的精确性 其次是经济的高效性 与其他非常规水资源调配手段 如长距离水资源转移或海水淡化等相比 催雨弹技术的单位水量成本较低廉 投资回收期也较短 下滑线下滑线下滑线 崭性也较大 这使其具有很强的经济效益 与此同时还具备工艺的灵活性 现代催雨弹配方和仪器日趋成熟 其工作参数操作程序也在不断优化 这使催雨系统可按不同增雨目的和气象条件 灵活选用合适的催化药剂或波洒模式 大大提高了人工增雨的适应性 不能不提的是环保的清洁性 相对其他一些强迫性调节降水方式 如激光烧云等而言 当代主流的化学催雨剂如点化银等 都是经过严格评估的低毒或无毒物质 对环境影响很小 这保障了催雨技术的生态效益 当然催雨技术也还面临很多挑战 主要集中在增雨机制复杂性 操作风险性以及法律伦理性等方面 但随着科技手段不断提高 人类对云物理过程认知的加深 这些问题也在得到逐步缓解与完善 因此可以预见催雨技术 必将随着社会需求持续壮大 在适度安全的前提下 发挥越来越重要的战略作用 催雨淡技术作为一种通过人为介入 帮助形成降水的方式 除了正面的作用外 也潜在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 首先是可能造成本来不会发生 降水的地区产生人工降雨 影响本地气候环境 任何大规模和频繁的人为气候操作 都难免对当地气候特征产生一定干扰 就像像原本不下雨的阿拉伯沙漠城市 迪拜投放催雨淡刺激降水一样 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该地区的气候属性 这种间接影响需要长期观测评估 其次是操作不当 可能诱发灾害性天气 人工增雨并非完全可控 一旦拨洒强度过大过猛 就可能在短时间内释放大量前热 引发对流暴风雨或冰雹灾害 这种风险已在中国境内多次出现 给当地造成严重生命财产损失 可见仅注重增雨量而忽视风险的盲目催雨造成的副作用 有时超过本身带来的好处 与此同时部分化学催雨药剂的生态危害及残留问题也备受关注 尽管当代主流采用的点化银等催雨药剂毒性很低 但长期大量撒播后 对生态系统的潜在影响仍有待观察 比如其中的微量重金属成分 可能沉积在土壤和水体中 对植被和水生物会造成一定污染 这需要引起足够重视 不能不提的 是过度依赖人工增余 可能弱化公众节约用水和社会防灾减灾的意识 这也是催雨技术应用需要警惕的一个方面 除了频繁使用催雨淡试图主动调控降水外 迪拜政府也在通过多种途径 进一步提高对洪水极端天气事件影响的管控能力 首先是完善城市防洪排涝基础设施建设 针对迪拜平坦的地式地形特征 大力推进其城市排水管网建设 采用分区分级的雨水收集模式 将不同街区的雨水汇入管网 最终排入海湾 这能大幅提高城市的防涝能力 此外还建造多座吊序洪区 用以在暴雨来袭时快速存储和调控城市内的洪水 其次是实施城市海绵改造极绿地建设 针对迪拜城区不透水表面的面积占比过高 而导致的强降与快速激烟问题 政府近年大力推动城市海绵化建设 在一间城区内进行路面和小区透水性改造 同时也在新区大量植被绿化 以提高城市的渗透能力和蓄洪能力 与此同时 迪拜还加强气象监测预警和灾害风险评估建设 积极布设气象水文观测网络 改进极端天气的预测预警技术手段 实现对可能出现在迪拜地区的洪水、暴雨、冰雹等 极端气象的经济化监测为防灾减灾决策提供支撑 此外还开展不同情景下的城市内烙和风险评估 以提高防控能力 不能忽视的 是加大水资源节约利用和开发力度 既加快推进污水处理厂和海水淡化厂建设 开发利用中水和淡化水等非常规水源 以减轻对天然降水的过度依赖 也在社会大力宣传水资源节约利用的重要性 营造节水的公众意识 可以看出 迪拜政府正在致力于通过技术手段与管理创新 围绕提升这座沙漠城市的气象水纹 承载能力和综合适应能力 以更加有效的应对和管控各类气象灾害风险的影响 确保城市社会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谢谢您按赞留言订阅和开启小铃铛 我们将会每天更新世界各地最新新闻 持续用科学的角度探索气象事件背后的复杂真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